準備要爆囉 準備要爆米飯喔 我要爆喔 我要爆喔 要爆喔 我叫賴永華 我是稻農 我是土農師 我也是做爆米飯的賽事 我是交通大學光電工程學系畢業 並沒有在大學的時候就決定要務農這件事 有的話就不會去念光電了嘛 我應該是去念個什麼中興大學農學院之類的 我那時候並不想要直接進入科技的工作 所以我就先當兵 然後去澳洲打工當胎勞 在澳洲這段時間的經歷有一些觸動我的地方 那邊的人對自己的短短的歷史是保存得很好的 可是回來之後在台灣我卻覺得 我們這裡有更珍貴 但是卻沒有被好好保存的一些歷史跟文化 我一開始是抱著一個還在流浪的心態去學做這個古老的手工音 所以先學土龍 然後種到 到此用土龍磨成糙米 用糙米做成澳米 用我原本應該進入的科技業界的術語來說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百分之百的垂直整合的個人生產線 開始學習寶米胖的因緣其實來得很晚 在我第一次學做土龍的那個小村莊 剛好有寶米胖的車開到村莊裡面 聽到這個消息我就拿著自己中的名 然後很開心拿去給它被蹦 因為在那之前我可能二十七八年的人生 完全沒有看過寶米胖是怎麼現場製作 然後看到就是會蹦一下然後把煙冒出來 覺得很好玩 我就想那我來學寶米胖好了 之後不到一年我自己就變成了寶米胖的在乎 我都是跟人家講說 我的寶米胖好吃只是因為我用料非常大 自己種的五毒米 然後古法發酵的麥芽糖 然後冷壓的台灣花生油 我所有材料都跟你講說五美五色 像我現在在農夫市場裡面擺攤 那其實我做的東西 不見得說是整個攤販裡面 最好吃或是最健康的 但是就是生意總是都還不錯 就是因為你會有那個泵 然後香味這樣飄出 我覺得它不是食品家工業 而是表演藝術 它的米真的很甜很香 所以我會想要讓小朋友吃了 他的這一包米胖吃吃看 之前在南庄種到的時候 就是跟村子裡面老一輩的農民 觀念上曾經有過衝突 在年輕一輩的觀念裡面 我們寧願看到田裡面有一些草 也不想要噴藥去毒害這些土地 那老一輩的人就會覺得你是一個懶惰的人 最後沒有成功解決這個問題 我就是被他們趕走了這樣而已 就是在捕農跟捕皮胖的那個年代 種東西的人知道自己種出來的東西 會進到誰的嘴巴裡面 吃東西的人也知道今天吃的是哪一個農夫種的 他們不會想要去陷害自己認識的這些朋友 所以在這個關係裡面你不會吃到黑心食品 我可能只是想要傳達出這樣一件事情 就是隨著時代的進步 我們後來吃的很多東西 反而是被很現代的工業的原料所取代的 可是如果你去到80年前阿公小時候 你想要買那種工業化做出來的水麥芽 欸對不起買不到 那你想要吃到說噴了農藥種出來的米 對不起也還沒有 那所以80年前你阿公小時候吃的捕皮胖就是這個樣子 我可以說照片 對白要來吃的 如果是可以只好,讓我們我們去做好 就能夠平常見到 我們可以拍照 我們也可以拍照 我們可以拍照 我們可以拍照 我們可以拍照